聽到爆炸聲響 從三樓窗戶看到熊熊火光 伴隨著大量黑煙不斷串出 附近住戶紛紛逃出來 就怕被波及 火勢猛烈 消防人拉水線灌秀 一度以為是氣爆 因為住家的窗戶玻璃 全都被震碎了 事件發生在台南南區 金華路上的一棟五樓透天民宅 在六號下五點多傳出火警 五十一歲的蘇姓屋主 跟太太兩人倉皇逃生 而女屋主說這起火點在三樓房間 而且迎起火警的是先生的行動電源 原來蘇姓屋主之前經營電腦工作室 三樓房間都是電腦器材 當時他的行動電源放在三樓充電 人在四樓睡覺 兒子不在家 太太在一樓 結果突然從房間 傳出兩次的爆炸聲音伴隨濃煙 由於屋內堆放易燃的電腦器材 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屋主衝下樓查看 發現無法撥滅 才趕緊跑出來 但還是被弄煙搶傷 還好屋主睡覺時沒在枕邊沖行動電源 不然這一炸恐怕命都給炸沒了 只是這行動電源怎麼會突然爆炸 詳細的原因還要進一步調查 而這一燒因為住家附近都是成因加工廠 也把業者嚇出一身冷害 TBS新聞護手槍台內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